北京时间7月31日 世界杯C组进行了最后一轮比赛 结果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 日本队4比0大胜西班牙队 最终反超对手拿到小组第一 在此之前 这个小组已经没有悬念 日本队和西班牙队早早就拿到了出现名额 最后一轮二强对决 将决定本小组的投名归属 由于竞胜球较少 本场只有击败对手 日本队才能拿到小组第一 结果他们做到了 此一一开场 西班牙队就展现了自己超强的控球能力 可惜面对日本队的同墙铁壁 西班牙队的传控根本无法撕开防线 相反日本队的反击 把西班牙队打得非常狼狈 仅仅开始12分钟 日本队就取得进球 当时队友在边路送出船中 公泽日向高速前插接球 随后面对门将冷静推射 把球打进进角 日本队1比0领先 第29分钟 相似的剧情再度上演 日本队反击杀到前场 9号直慕离子内接后 起脚打门 最终折射飞进大门 比分变为2比0 西班牙队被打猛了 第40分钟 西班牙队中场出球被拦截 日本队再度反击 公泽日向带球杀进禁区 最终倒地搓射 再度敲开了西班牙队的大门 半场结束 日本队棋班3比0领先 比赛基本失去悬念 下半场 西班牙队继续无效控球 虽然他们的控球率超过7成 不过最终还是无法敲开 日本队的大门 比赛结束前 日本队边路突破 最终都射破门 最终西班牙队0比4惨败 这是他们本届世界杯 首次输球 首次丢球 本场西班牙队 绝对是被日本队 给打得灰头土脸 面对这支亚洲竞驴 他们再也骄傲不起来了 在小组积分榜上 日本队三场全胜拿满9分 最终力压西班牙队 拿到小组第一 接下来的淘汰赛 日本队将对阵挪威队 而西班牙队则遭遇瑞士队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队不仅是 本届世界杯至今 唯一一支 三场全胜的球队 而且 他们还零丢球 这支球队的发挥非常完美 堪称亚洲之光 要知道 最近几年 日本队都没有击败过 欧美强队 他们对阵西班牙队 更是遭遇二连败 去年年底 还零比一输给对手 没想到本场比赛 日本队能取得一场大胜 日本队的成功 相信也会给中国女足信心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中国女足将对阵英格兰队 在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 中国女足 除了要做好防守之外 还要像日本队一样 抓住反击的机会 给对手致命一击 如果能够像日本队这么高效 中国女足绝对有机会 击败英格兰队 只要二比零 中国女足就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虽然难度很大 但是只要努力 就有机会创造奇迹 赛前 谁都不敢想象 日本队能大胜西班牙队 日本女足做得到 中国女足 为什么就不能击败英格兰队呢 是